美女前脚刚和帅哥互表心意 并且两人定下终身之约 后脚就传来帅哥身亡他乡的噩耗 苦等心爱之人 回来的他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怀有身孕的他将会何去何从 他会就此走上复仇之路被黑化吗 接下来《甄嬛传》第52集为你精彩呈现 清晨 众嫔妃均来到皇后宫中向其请安 夜来一上前说明不来请安的缘由 并直言宫中人的虚伪 其妃出言反驳 皇后虽表面平静 但他内心却已有打色 他随即遣退众人 独留下齐妃 他先聊起夜来一如有孕 就会母瓶子贵 又装作无意地提起齐嫔 说过不能生育的话 这些话让齐妃走心 他要为儿子三阿哥扫清障碍 回宫后 齐妃就派宫女给春喜宫的夜兰衣 送来红枣汤 夜兰衣明知是下了药的汤 但他依然一口全部喝完 不一会儿 他就腹痛难忍 而且太医还诊断其失去生育能力 皇上听后龙颜大怒 他正要命人 把派人送汤的齐妃带过来 苏陪胜却在此时 请皇上回养新殿处理几物 与此同时 齐妃求皇后救他 毕竟他是听了皇后的话 才这样做的 皇后却一脸无辜 他乃是六宫之主 又怎会叫做害人之事 他还威胁齐妃做选择 一是他去检举齐妃谋害甄嬛和叶兰衣之事 这样的后果是三阿哥永无出头之日 二是齐妃自行了断 由他来抚养三阿哥并主其登记 他警告齐妃不要牵扯到他 当天深夜 齐妃为保全儿子以及他的前程 他在请宫自尽 第二天一早 沈梅庄来春喜宫看望叶兰衣并好心安慰他 不料叶兰衣却毫不在意 还表示他向往自由的生活 沈梅庄劝他不要口无遮拦 就在这时 苏陪胜来传圣旨 叶兰衣晋升为贵人 画面一转 凌云封上 甄嬛面色憔悴 他在担心未能如期归来的果郡王 万万没想到温太医给他带来果郡王去世的消息 甄嬛本是不信 但他听完温太医了解到的事情细节后 他自知果郡王基本没有回来的希望 相爱之人阴阳相隔 怎不叫人肝肠寸断 甄嬛敏锐的觉察到是有人故意害过郡王 而温太医看到这样的甄嬛悲伤无助 他立马表示会帮助他且带他离开 叶已深 锦西直言相劝甄嬛要保重好身体 毕竟腹中还有孩子 甄嬛想起两人过往的种种甜蜜 他瞬间泪入雨下 三天后 沈梅庄在太后宫中照料太后 并踏上的太后心如明镜 他承诺会保护好沈梅庄和甄� 这时 皇后来了 太后出言训斥皇后 原来齐妃的宫女已经把实情均已告知太后 那只皇后依然矢口否认谋害齐妃 太后又提起纯元皇后及其他嫔妃的遭遇 皇后态度强硬地表示 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家族的荣耀 太后警告她不可造孽太多 皇后却觉得凡事要先下手为强 另一边的凌云峰晚上 锦西对甄嬛好言相劝 希望她喝下打他药保全她自己 幻帝却劝甄嬛留下果郡王的孩子 甄嬛顿武 保护她的人已不在 她要坚强地好好活着 保护好孩子和家人 接下来她该如何做呢 她能顺利争下孩子吗 敬请关注甄嬛传 下集更精彩